1993年 刘德华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口误 让他急得当场下跪 如果不是倪平的出手相助 恐怕他的演艺事业就断送在29年前了 当时香港群星来到人民大会堂 进行减载扶贫一演活动 而在香港如日中天的四大天王 也合体表演了节目 演出结束后 主持人倪平询问他们来到北京有何感想 首先是张学友 接着郭富城说出了中国人帮助中国人非常有意义 然而等到刘德华说话时 不知是太激动还是太紧张 把北京说成了台北 这个事物对当晚的全球直播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深知自己豁出口出 酿成大错 刘德华也顾不上台下的领导和全球上议的观众 赶紧双膝跪地 诚恳道歉 倪平也在旁边为他打圆场 太激动了 大家原谅他 他给大家磕头了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太激动了 这时另一位主持人曾志伟也站了出来 临时提议让四大天王以自己的名字为题 每人说一句祝福词送给大家 他先把话筒递给了最远的张学友 好让刘德华有时间平复心情 然而自责又害怕的刘德华 显然没有明白曾志伟的良苦用心 还沉浸在自己说错话的懊悔中 转身面向倪平 给了自己一巴掌 倪平想去阻止却已经来不及了 只好拍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 话筒再次递到刘德华这里时 紧张的他显然忘记了曾志伟的提议 而是请求大家不要介意他说错话 意识到此举不妥的倪平赶紧大声提醒 才把刘德华拉了回来 希望大家不要像我这样乱说话 他们用自己的名字来表示祝愿国家 得心应手 不知道这种失误放到现在 后果会如何呢 一直下来都很想知道 到底刘德华反押是什么东西 但是一直下来没机会看到 也没机会知道 2010年 天王刘德华一纸诉状 将四川一家刘德华板押店到上法庭 起因是2009年 香港的一位刘德华资深粉丝到重州旅游时 偶然看到了一家生意红火的板押店 店外有很多人排队消费 这位粉丝很好奇 决定上前探的究竟 结果抬头一看却吓了一跳 这家店的招牌上竟然明晃晃写着刘德华三个字 粉丝看到后很疑惑 心想这家店不会是借自己偶像刘德华打响名声的吧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他直接去问店老板 这家店是刘德华本人开的吗 店老板回答道 是的 粉丝听到后勃然大怒 当即买下一份板押拍照寄到了刘德华的经纪公司 天王一向注重自己的形象 在他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 为了对粉丝负责 他连广告都很少见 要是让别人打着自己的旗号牟利 他于心难安 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 也为了对粉丝负责 刘德华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一纸诉状将刘德华板押店告上法 收到法律裁定书的店老板也是又欺又急 这刘德华板押店沿用的是自己的名字 他从小到大就叫刘德华 至于用名字当招牌时 刘德华才刚刚出道 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而已 得知闹了个乌龙的刘德华也十分愧疚 不仅取消了对板押店老板的控诉 还帮板押店宣传 让生意更上一层楼 这是香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救灾一眼 刘德华号召两岸三地的明星 共同演唱了由他改编的承诺 为灾区人民带来援助与希望 2008年汶川地震后 刘德华在香港召集一眼进行筹款 并赴救灾前线慰问 刘德华想让他们知道 身后有着全国人民的支持 为此他改编了Biangan海阔天空 变成了一曲《承诺》 希望能给灾区人民带去信仰和力量 5月15日晚上8点 几十位明星陆续来到了北京的一家录音棚 参与录制《承诺》 音乐间制是《承诺》 参与录制的明星有上百位 即使每个人只能唱一两句 有的甚至只能和声 但所有明星都在认真熟悉歌词 拍摄MV 刘德华更是动用所有人脉 邀请明星们参加救灾一眼 最终共召集了500多位艺人参与演出 所有明星有条不紊地出现在舞台上 为赈灾一眼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最终筹得的善款高达几千万 刘德华感动不已 甚至现场直接下跪表达对大家的感谢 虽然已经过去14年 但他们的善意之举足以让人铭记终生